保留行局幼兒中心及同樂居早前發生議案 南法會議員迪志遠出席電台節目時說 政府應該完善內部監察 政府除了要監督服務或運作上有沒有出現問題外 他應該提醒機構如何做好內部監察 才能做到防範之未然 社會處理監察已發生了 出現問題 我去抓你錯誤 我覺得這是一個後著 也是一個消極的做法 迪志遠又說現時幼兒前線工作人員 人手流失嚴重 導致累積經驗不足 未能發揮好督道及照顧的角色